花蓮县政府鼓励在地企业和青年勇敢造梦 激发数位转型创新动能 推出了HSH创新创业竞赛 连结校园的创意和产业的需求 发掘潜力团队 针对市场现况问题提出可行的创业构想 而这个竞赛分为学生组和社会组 总奖金高达60万元 现在开始增见了 青年发展中心欢迎大家一起来脑力激荡 又为自己的人生开创新局 时代进步产业变迁 要面对快速变化的经济形态 一定要有灵活的思想和创业 花蓮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 为了鼓励在地企业和青年勇敢造梦 激发数位转型创新动能 特别推出了花蓮县2021HSH创新创业竞赛 鼓励学生和社会青年 一起来脑力激荡开创新梦想 花蓮第一届2021HSH创新创业竞赛 即将从现在展开 希望我们在地的所有的青年朋友们 以及想要创新跟想要创业的朋友们 都可以将你的初步的一些提案跟想法 透过这一个平台呢 能够让大家看见 更能够获得高额全部总奖金呢 达到60万的一个奖金 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 也会特别我们有夜师的陪跑的制度 让我们可能有想法 但不会写企划书的好朋友 能够透过夜师来给您辅导 那得奖之后 我们也会有一个空间 以及美和呢 我们北部以及各大企业呢 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机会 以及资金的协助 这项竟在分为学生组和社会组 各有不同的主题来发挥 社会组的部分的创新创业 会聚焦在我们新农业 新智慧 新媒体 或者我们观光服务 休闲 各项的这个产业的创新 然后甚至于我们数位的转型 在这个区块里面 希望很多的好朋友们 都能够提出好的意见 跟他的想法 那学生组的部分 没有特别产业的领域 只要你愿意丢出好的idea 好的亮点 都有机会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每一组二到五个人 成员必须有一半是涉及在花莲 金奖的奖金分别是 八万元和十万元 得奖的计划 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 还可以引介企业界来投资开发 让设计者的梦想有实现的机会 花莲县2021 HSH 创新创业竞赛 即使起到9月30号彩线上报名 竞赛方法及竞赛文件 可以到青年发展中心的网站来下载 绝对会欢视报道